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天然气看弹场进行的气景压力测试成功进行 计划在下月开始常规的天然气生产活动 德国政府已批准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用于防控系统的发电机 根据德国新闻社DPA报道 由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主持的联邦安全委员会 已批准向阿联酋出售用于防控系统的发电机 据称 由于与伊朗在该地区的紧张关系 德国批准了向阿联酋的此类出售 这被解释为意味着德国改变了其政治立场 香港政府星期五宣布 从星期六10月5日临时期开始实行禁止蒙面规律 禁止在抗议活动中使用蒙面物品 香港特首林志月娥次热在记者会上表示 引用紧急法来通过禁止蒙面规律 她说过去四个月由于反逃犯条例修法 引起的抗议活动中暴力不断升级 达到了令人警觉的水平 香港特首林志月娥宣布 引用紧急法来通过禁止蒙面规律时表示 引用紧急法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 禁蒙面法属于先订列后审议的附属法力 一名俄罗斯记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被拘留 俄罗斯驻德黑兰大使官表示 俄罗斯记者优利亚优茨克在伊朗被捕 罪名示威以色列在伊朗的情报部门做间谍 尤茨克前赴证事 尤茨克已于本周早先时候被捕 据称 几年前曾访问过伊朗的尤茨克再次返回伊朗 与周五在旅馆内被捕 警察拿走了他的证件和手机 被捕后一天 才允许尤茨克打一个简单的电话 德黑兰方面已指控他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 在社交媒体上预言地震的台湾人戴森林 因制造地震谣言恐慌而被罚款6000美元 戴森林在社交媒体上发推文称 伊斯坦布尔在10天内发生6或7级地震 引起了恐慌 戴森林自称是台湾地震预报研究所公司的创始人 台湾政府以制造地震恐慌谣言为由 除以6000美元罚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